好,我们看到第17页,洗礼演练的第2题 那这一题呢,我们不要急得算 这一题我们首先来检查一下,屏幕在讲什么 它说2又5分之3,乘上3又4分之1 和3又4分之1,乘上2又5分之3 我们从这个屏幕里面呢,我们可以检查知道 这两个数字是一样的 只是一个在后面 一个在前面 然后我们再检查一下 我们也可以发现哦 这两个数字 也是一样的 只是一个在前面 一个在后面 那我们之前都学过 惩罚 它是具有什么 交换率 惩罚 具有交换率 惩罚交换率 所以依据惩罚交换率的一个概念呢 我们可以知道 这样子的成绩 跟这样子的成绩呢 是一并一样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乘法具有交换率 大家了解吗 好 现在我们来做验证 乘法交换率的验证 我们先来做前面 2又5分之3等于5分之2乘5等于10 10加3等于13 乘上 乘上3又4分之1等于4分之3乘4 12加1等于13 好 所以它应该等于20分之169 所以乘法具有交换率呢 我们在这里得到了一个什么 让你这样了解吗 好 所以这答案呢 应该是 我讲过 第一个问号 就是第一题 第二个问号 就是第二题 所以第一题的答案就是 相等 或是一样 或是一样 题目是问有没有一样 所以应该回答一样 那第二个问题呢 的答案呢 应该是 因为乘法具有交换率 因为 因为 成法 具有交换率 具有交换率 这样大家会不会 会 这里在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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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